大家好,今天我来到了台中火车站 台中火车站保有了100年前就建立的旧火车站 它为国定古迹,今天带大家来看看 现在在旧站里面呢,都有摆放一些 介绍台中火车站曾经的故事 这里面呢,现在是开放参观的 在旧火车站上的旧火车站 在旧火车站上的旧火车站上的旧火车站 这个月台呢,有稍微整修过 那这边有车厢供大家观赏 旁边呢又有一些火车的介绍 还有一些漂亮的布景 在旧战与新战之间呢 有许多的事情 很多的國外移工 這是他們假日休閒的地方 還有許多的旅客都會經過這裡 我們現在往新站走 前面有鐵路大街 鐵路大街主要是有美食餐廳 還有賣伴手禮 及一些文創用品 我來帶大家來看看 ranch 老師 祝福 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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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也设有很多的座位 供大家在这边用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边是他的一楼的部分 我们现在要走到二楼车站大厅 我们来参观他的大厅 这里有台铁便当 前面是出入口 这边是售票处 平时人也是超级多 车站大厅外面这样子的空间设计也不错 这里有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从车站出来往这边走 有计程车还有公车的招呼站 转运站的指示 从台中火车站下来呢 旁边有大鲁阁新时代 附近也有拉拉波可以逛街 然后大门的前面有东斜广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大家 们 verst下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